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的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 题目是 耶稣的被捕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一节 耶稣说 到了这个地步 由他们吧 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掌和手电关 并长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不下手拿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 黑暗掌权了 他们拿住耶稣 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里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 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 就定睛看她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女子 我不认识她 此处的经文是记载来 接下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彼得拔刀伤害了一个来逮捕 耶稣的兵丁 肯定是血流一地 但是耶稣却在现场就施行神迹 治好了他 主为何要门徒们放弃抵抗 因为这就是预定的时间到了 他说 到了这地步 就由他们吧 主却对祭司掌手电关和张老老们 说了一句话 并不是想要改变什么 而是要留下一个记录 当时在场的门徒彼得 约翰 雅各等都听到了 并传了下来 被记在马太以及马可福音里面 并且路加经过查访考证 也同样记载到路加福音当中 要知道祭司长和手电关这些人不是都应该待在圣殿里的吗 为什么在这晚上的时候要跨过吉伦西上到橄榄山上的科西玛尼园里来抓人呢 特别是耶稣这几日白天天天都去圣殿里教训人 他们每日都在圣殿里见得到他 却是在这个时候舍尽求远 在夜间来逮捕人 所以主说 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不下手拿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了 黑暗掌权了 这就是在嘲讽他们表面上是顶着一个光明人的身份 却是在选择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动手 并且就宣告他们所用的权势是黑暗的权势 这并非说祭司长的行动是出乎耶稣的意料 是黑暗的权势压倒光明的权势 并没有如此 因为主早就知道所要发生的事 他不是已经说出了彼得要在基教以前 要三次不认他吗 主乃是说 祭司长等人选择了黑暗的时间与黑暗的势力 所以在他们的里面 黑暗是已经掌权的了 主要门徒们放弃抵抗 后来门徒们就逃走了 他自己则任由兵厅抓走了 他们一路将他从橄榄山上的科西玛尼园 带到大祭司的宅子里面 那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内 彼得原来是逃走了 但是后来又折返 在后面远远的跟着 并且潜入院子里面去 当时院子里面人很多很杂 人马砸踏的 早春的耶路撒冷 晚上还是很冷 就有许多人在这个院子里面 生火取暖 彼得也混在人群当中 他以为没有人可以认出他来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这几天他都在殿中 跟着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 也有一些人开始认识到他了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大祭司的使女 也就是女佣人 注意到他 彼得在众门徒当中是突出的 他的年纪比耶稣还要大 在众多基督教的画像当中 彼得是满脸大胡子 这样使得他看起来更加年长 在那个敬老周贤的社会当中 可能很多人在看到 他们这一群人出现的时候 可能会以为彼得才是首领 因为耶稣看起来还不够老 我想彼得在以往都很自豪 他有这样一副长相 但是现在他也因为这一副长相 而被使女所认出来 使女只认他是素来和耶稣一伙的 你们都知道彼得是怎么样回话的吧 他就当场立即的否认说 女子我不认识她 这就是著名的彼得不认主 当晚一共有三次 我们在下一篇再来讲这件事情 愿上帝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